这听完老师的讲解之后呢 改善家中的风水的同时 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前往 这三藩市劣志文区的黄大仙庙 来拜一拜朝拜一下 点燃新年的第一炷香 也是我们台湾所说的抢头香了 那也请新岛记者刘如谦先 先带我们去探探路看一看 黄大仙庙的工作人员 正在为晚间的烧香活动做准备 祭品鲜花已经摆上香案 祈福的信签也有满满一桌 尽管离子时还有十个多小时 已经有香客迫不及待前来朝拜 有啊 一路路增长 很多善信啊 很多年轻子女啊 都很诚心来朝拜啊 年年都是一样啊 好像说晚上11点 我们就开始跟他们祈福 祈元福就是转运啊 之后那些人就可以上香 今晚11点钟开始 就大约我们开到两三点 第二天早一早九点钟我们开门 拜完就有摘菜吃 连年都有的 有些警察都很照顾我们的唐人啊 都有来帮我们维持秩序啊 由于寺庙场地有限 摘菜都很普通 包括冬菇 馄饨和面筋 谈到新年愿望 钟女士表示 希望他们世界和平啦 各个身体健康啦 我也在这里祝观众朋友们 马年大吉 星岛记者刘如谦报导